大和乌小又整活了 上次出了个女生聚会一案一 至猫眼三姐妹 这次居然又出了个女生聚会一案二 至勇者一眼 没记错的话 在第一次在自己的案件里 Q自己之前的案件时 我就阻操他可能要在柯南里 创造大和乌小宇宙了 把自己的原创元素 连成一个圈圈 逐渐成为柯南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 果然啊 很快他就不满足于 只Q一下以前的作品了 而是直接开始出述述 这是没想到的事 他不仅能出述述 还能在续集里用同一元素继续征活 今天说的是大和乌小的最新原创 柯南海外升温版1176级 旅生聚会一案二 阔湖海外升温版级数 就是我们在各大VP上对应的级数 不要搜索哦 这天 侦探队出来住酒店游玩 博士和柯南和光业园泰 却发现不远处的深山有温泉可泡 泡了还能治老妖 故全部出来泡了温泉 但因为是混浴 布媒和会员留在了酒店 于是泡着泡着 几人不禁感叹 不知布媒和会员此时在作甚 错过了温泉 他们一定很遗憾吧 叔不知 这集错过主线的 是他们自个儿 话没转 原子巧来布媒会员左腾 正在一个雪场游玩 不得不说 除了大和乌小 还真没打个编剧 能在脱离柯南的情况下 和这几个人聚在一起 有种同人小说的感觉 大和乌小 给你展示一种柯南里看不到的柯南 原来 这里是一个大型度假村 除了滑雪外 还有雪地摩托等各种项目 且跟陵木财团也有合作 克兰尼的日本人从生到死 都已经离不开陵木财团 东京地标也属于陵木财团 但是头热爱的国家 其实本质上有一半是陵木财团 而原子小兰 左腾和侦诞队 是分别来玩不同的项目的 没想到正好遇着 其中左腾是来玩雪地摩托的 这让布媒很好奇 为什么没和高牧一会儿来 所能解释 计划本是这样 但昨天高牧逮捕嫌犯时 弄伤了脚 所以只好由他自己来了 高牧可以自己坚强 但约好的行程取消了 那可就可惜了 原来这么耐造的高牧也会受伤 一定是觉得和左腾玩雪地摩托 不如先受个伤 直战队这边 由于柯南的人去附近泡温泉了 也只剩女生 于是原此决定 这样会员有不祥预感 很快众人玩玩一通 来到了酒店小庆 过度的进行后 便是淡淡的空虚 左腾不禁感叹 此刻应该出现案子 左腾感叹 今天应该不会上案子了吧 就在这时 不好了 经理 一个妹子急忙冲来 没注意到还当着客人面 就失了胎 原来他是酒店的服务生 名叫聪子 而听到他的报告 酒店经理金叔 也一时仇吐了头 左腾历史上前询问 啊呢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金叔有点意外 左腾正想解释自己是个客人 不美却到来了其身份 他叫左腾静官 是警示厅的行径哦 警示厅管得真宽啊 这里应该超出东京了吧 一时间这个警补报 也得报了 金叔到来了案情 原来他们度假村 最近总是发生奇怪的事 金叔表示 最早是在四天前 那天度假村里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雪人 起初他们并没有在意 还以为是客人堆着玩 结果第二天 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雪窝 接着第三天 又出现了一块神秘的提示板 酒店房不明所以 虽查看了监控 却只看到了一个 身穿黑衣的人 而到了第四天 也就是今天 聪子又发现度假村里的一些树木被涂白了 这让他很是惊恐 确实是板必有妖 在这个弱种强势的科学世界 无为了作案 谁会这么无聊 金叔还是认为可能是恶作剧 但认为没弄清楚情况 贸然拆掉也不好 这让原子若有所思 来自迷惑了他 认为背后定有目的 于是聪子运发不安 不禁和金叔感叹 该不会是和两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对个雪人也可以扯出点救世吗 是不是曾在跟雪王的竞争中 用了冰点手段让雪王狠狠而容 金叔觉得他想多了 然而关键死梯都提了 做成让人信说 金叔只好到来 原来两年前这里发生了一起盗戚案 世界物是一位顾客 价值两个亿的钻石耳环 酒店方将其放在密室中保管 然而耳环却在密室里消失无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耳环还是不要买太贵的 不方便带 接下来还要放密室 由于确实值点小钱 金叔和村子只好翻遍了度假村 但仍没有找到 从那之后酒店里就时不时出现奇怪的事情 有人说看到了座福童子 幼时墙上突然出现大洞 不愧是日本 万物皆可成精 耳环也可淋漪 还有此一夜之间出现了巨大雪丢 这还真是有点灵异了 这都可以不闹出动静 听吧 原子表示他get了 自信接下了这个委托 并为两位委托人介绍起了自己的团队 解释听有名代编的刑警 名侦探的女儿 少年侦探队成员 还有我推理女王 还有个化学家呢 总之船队这专业不比伤痕案里那一桌盘有差 我们一定会解决的 原子另一案侦探 第一站 这种人来查看雪人 这个画面几个人各有各的崩发 雪人确实有点大 有两个小兰或12个克兰高 但除此之外 几人没看出有啥特别的 第二站 几人查看提示板 直见提示板上写着 做得非常出色 明明是个好评 但结合两年前的丢耳环事件 也不实为一种一鱼 不过和雪人相似 这板子除了有点大 也没什么特别的 第三站 重用来到了雪雾 直见雪雾搭得还挺实在 一个原子加一个部门仍是宽敞 此外亦没什么特别 最后一站 则是今天被涂白的植物 虽然残被涂白 但由于是冬天 看起来倒也不算奇怪 有道士忽辱一夜春风来 轻数万数被涂白 佐藤百思不得西姐 表示倘若是恶泽菌 那做得也有点过分用心 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动力 慧远小座唏嘘 这让原子小座批评 难道对眼前发生的案件 做事不管吗 布媒很激动 但原子很快证明 他此刻脖子没睁 别把我和臭小鬼混为一谈 我和是退离女王 临不原子大小姐 遇着会员让他谈谈发现 呃 建议原子没有发现 佐藤提议 不如去找酒店的员工了解了解 话没准 布媒会员来到了学校体验区 我看你们就是为了来卢狗 工作人员学校则表示 此事他也不太清楚 也没觉得那些恶作剧有啥关系 另一边 原子小兰来采访了聪子 聪子觉得这一些 都是因为二环将 两年前被偷走的怨念 让他对酒店发出了诅咒 万物皆有灵 别以为二环就不能诅咒人 之后访问的几个人没有台词 只有BGM和画面 应该是为了水失常 所以最后几人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有道是遇到困难 除了要思考 也要学会分答案 布媒表示 要不我们打电话 问问万能的柯南 与此同时 小兰也想起了洗衣机 这个场外救星 她不是喜欢管仙事吗 小兰也拿起了手机 然而此时温泉这边 柯南仍在早堂里一游未尽 于是两个手机在衣服栏里 秃秃震动 呼人接听 你就不怕云台官员拿起来 给你一起接了 话未转 女生们写去会议室 交流情报 情报内容就跟刚刚的 采访员工部分一样 对剧情没有任何作用 幸好后面 传单军都看不下去了 只见不美是让的度假村传单 发挥主观能动性 飞了出去 最后脸朝下着了地 而看着传单雪白色的背面 会员大吃一惊 又立刻冲去窗边 把传单对光举起 一时间 背面显出传单上的建筑些许 这让会员明白了一切 会员表示 看来有必要找一下警卫了 几人来找警卫 却发现帅气的警卫军已被袭击 警卫是毅然失手 还有气 起来报警 帅哥撑住了夜市 会员静止走向监控处 发现监控屏幕的画面 果然如他所想 那些原本该被监控拍到的东西 现在不见了 会员小作谜语人 笑这番话不难理解 拼了一会后 除了推理女王 大家全都明白了 原子后知后觉 被提示后才意识到 刚刚他们查看的东西 大雪人儿啥的 这里全都没有拍到 会员加以补充 表示不是没有拍到 而是变得不容易分辨了 会员表示 其实有几个白猫猫的监控画面里 拍到了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背景白 目标也白 所以一下子看不出来 而那位警卫军 可能看了好几下子 看出来了 所以惨被封口 说到这 会员提醒众人 警卫军得知后 会许通知谁呢 众人一口同声 小兰更是想起 警叔确实曾说过 不好贸然拆除这些东西 现在看来 他似乎是有意放任恶作剧 不处理 接着会员更是查出 警叔这个月底就要离职了 那么这段时间 正好就是那起二环失气案 热度降下来后的 做某件事的最后时机 没错 会员怀疑 就是警叔坚守自盗 偷了二环 就是啊 密室里凭空消失 说出去谁能信 大和乌小雨中 他还敢纳入青山亲儿子 而那些恶作剧作品 每个都挡住了一部分监控 并且还特地同意弄成白色 让警卫一时间没觉察到 这警卫真是顾了个寂寞 如此一来 也不难猜色 需要用恶作剧 在监控里遮住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 不想被人看到经过的地方 众人恍然大悟 那就是金叔脱了耳环后 藏脏雾的所在 也就是说 只要寻着恶作剧所在的定点 就能找到耳环 一下子按键仿若寻宝游戏 这让天真的不美 而不是 天真的大和乌小 忍俊不禁 不禁展开了想象 画面一黑 一个质朴的像素游戏出现眼前 玩家是大和乌小心灵的不美 你来了 勇者勇者大和乌不美 现在和伙伴们一起避开监控视野 前往埋藏宝藏的地方吧 不得不说 这里为了配合画面 还特地做了像素游戏的音乐 就像上次为了还原猫眼三姐妹的感觉 还特地做了复古BGM 这只是不值钱的原状啊 动画组你就惯着它吧 游戏从经理办公室开始 玩家不美带着守护者们出发了 第一站是大雪人 有法师婚元 用魔法药剂击破 第二站是提示板 有小兰用空手道击穿 第三站是雪雾 有原子用超能力买通 第四站是白色植物 有佐藤用佐伦去杀 就这样冲破重重困难 最后抵达的终点是 滑冰场 只见滑冰场今天是闭馆日 里面空空如也 确实是下手的量级 众人小坐大量 就发现滑冰场中心的冰面上 有一个洞 位置正好是冰场中心的 大胸图案的一只瞳孔 藏这里应该很明显吧 立刻回天都会留下痕迹 总之 看来金叔已经来过这里 而且挖走了耳环 速度真快啊 他是属严肃的 佐藤下达指令 趁他应该还没走远 小兰和孩子们去酒店打探 金叔开的什么车 原子则跟随自己行动 这让原子流出了冷汗 毕竟平时跟着佐藤的 瘦的人 与此同时柯南这边 泡完温去趟他再喝牛奶 年纪轻轻就开始了养生 那么接下来应该来点运动 只愿他一个抬头 看到乒乓球捉一张 于是和原太相识一笑 来吧 你都没捉稿 站桌上打吗 左轮这边 上了座驾后 小兰传了情报 小兰表示 金叔开的是一辆豪华进口车 车牌号是8888 离开酒店后一路向南 左航挂起了挡 吵 金叔这边 他果然在跑路的路上 副驾正是那对二关 开什么玩笑 我别小逼了两年 就为了这一天 为什么偏偏这时跑来了个心境 可恶 应该进行更别的那个群泡温泉了 此时 柯南这边 一场激烈的平方球赛 开战在即 由柯南对战圆太 忽然觉得柯南这各自打平方球 也不是不行 可以当成羽毛球的 毕竟要抬头看篮网 与此同时 左航已干起正式 只剑他一路飘移 雪山里只剑撒他车影 这么糟 也不是仅是停一个月 也正式开战 临近结局的时刻 大乌小竟给我们带来了一场 燃爆的双线并行 他真的很擅长莫名其妙的人 只剑球车上 柯南应对的是来自秋季和海拔的双压力 而雪山里 副驾回荡着物中残轿的千斤 很快 竞速的车出现眼前 进口豪华 不愧曾在车界留下黑色高级车的美名 可惜柯南里最有逼格的 还得是那些马斯达RX7 只剑左腾轻点油门 便立刻超过了金树的高级车 接着一个美式拦截 金树下得当场自尽 这车没有刹车的吗 好在方向盘不保准 金树冷静了下来 同时柯南这边一对战结束 柯南输给了原态 一定是桌子的问题 害怕是一道不可逸越的鸿沟 金树这边 左腾逮捕了他 这个左腾长得真的很像鲁鲁修 人赃并获的顺利 温目警官省了不少利息 金树承认了罪行 诶等等 这是属于伊克的业务吗 只是副驾的原子 一步行人士 看起来比壮实的金树还糟糕 所以带原子出来的意义是 警察不能一个人出警 那果然还是当侦探方便 最后男生女生们回到酒店聚餐 同样的地方 缺少了金树 让人有种务视人非的感慨 但回顾今天的行动 原子仍还是得意 这样会员不仅业余 这是给最后原子的面子 又暗带挑戏 这俩人挺像那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至于先前的座父童子 会员猜测 应该是金树偷偷排练被人看到的 为了一副耳环 证出了赞米花能杀五个人的阵仗 故事的最后原子发表讲话 他代表大和乌小告诉众人 总而言之 我们要保持这个势头 继续努力解决女生聚会里 出现的每一起案子 不应该先解决一下 每次都出现案子的问题吗 总之意思就是 以后可能还要出女生聚会三 这不是一个预告 而是预警 大家做好心理防备 这就是上下这了 再见